港铁东铁线泰和站有人堕轨 来往大埔虚置粉领的列车服务暂停过几宗 工程人员事发之后在月台检查列车车头 上午大约10点半 一列往上水方向的列车进入泰和站的时候 车长发现一个男人进入路轨范围 即时停车并且报警 消防和救护到场 那个男人当场证实死亡 期间来往大埔虚置粉领的列车服务暂停 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 一度出现人龙 去到大约11点45分 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